男人打开水龙头准备洗脸 流出来的却是血水 他被吓得惊慌失措 急忙关紧水龙头 没想到更多血水从洗漱池里翻涌而出 慢慢一出 流进房间里 阿东顺着血水走向衣柜 突然 柜子猛猛地自己打开 里面一具女士缓缓转过头来 正死死盯着她 阿东呆呆站在原地 瞳孔放大 满头大汗 接着 女士抬起腐烂的手 伸向阿东 可当阿东再次打开柜子 女士却消失不见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的幻觉 自从她将女孩的尸体丢进楼顶水箱后 她的精神状态就濒临崩溃 整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无所事事 时不时还会看见脏东西 躺在床上休息 突然感觉 有水滴在脸上 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女士就坐在她的床头 阿东猛地坐起 发现是一场梦 晚上睡觉 总会梦到 女士出现在她的房间里 阿东意识到 再这样下去 楼顶水箱里的尸体迟早会被发现 晚上 她趁着大家睡着 偷偷上楼 没想到还是被小美发现 阿东决定把尸体捞出来 当她掀开水箱盖子时 里面的女士竟然睁开了双眼睛